我是贾金钗,今年70岁 我今半年快要80岁了 这个房子是我们居住了大半辈子的 我其实是身在这里的 我们一共有三个女儿 都是这里长大的 女人们一个一个都嫁出去了呀 家里人们越来越少了 原来他们都嫁的时候呢 我还怕他们叽叽喳喳烦死了 现在呢,两个人觉得太清净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二了 好吗?好,来,有请 好,爷爷奶奶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现在这个地平上展现的就是 你们家一比一的平面图 老头,这一间好像是我们的卫生间 嗯,对 很小的 两边两根污水管从我的卫生间里过 这一间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厨房 厨房也是这样 很小 如果女儿她们回来想帮我一会儿 程度打不了短的 这里呢,应该是我们现在吃饭的 吃饭的 热厅 中间的餐桌呢,也不大 而你们回来的话,根本是没办法打转 这一间应该是我们的天井 都堆满了烂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变成了一间 脚也踩不进去的杂物间了 这里呢,应该是我老头的小房间 也是天井 这一间呢,就是我们一个大房间 这里呢,是我的屋子 空间也是不大 这就是我们的家 需要改造的家 嗯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它有多大的面积啊 使用面积是24个 因为当时我们正常的时候呢 卫生间跟厨房结果不算平方的 它这个卫生间确实也够小 只有一米 这二十四方解决一个 八九个人或者八到十个人的吃饭 这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个挑战 那如果张跟女儿同时回来的话 你这二十四个平方那基本上挤不下了 就是啊 所以呢,他们平时基本上不太一起回来 哎呦,那变成你一个心病了 他们不回来了 就是啊,我就是希望这一次改造以后 能够给我一个大的餐厅 嗯 餐桌 空间 能让他们多回来 多回来 多陪陪我们 我的房间是很不通风的 哎呀,为了这个事情也是老是跟他吵呀 我说就你这里这个外面车棚 他这里不是有个串门吗 我说你打打开 给我通通气吧 也没有这又进来的气 没有这去的气 他呢就是怕吵气 他说你不知道打开多少槽啊 他不肯开 老是为这个事情跟他吵的呀 我就叫我的卧室是棺材楼啊 一直的我 我老是跟他们说开往下 我说我就是这个水的棺材楼 没有的呀 就是他这里前面有这么一个桩 他不开我不是就像 我说我一天到晚好像睡在棺材里了 哈哈哈哈 就这样跟他吵 爷爷那个房间看出去 就全家唯一的一个采光点 看出去是个车棚 对吧 就看一个档区部了 对啊 因为这前面是吹口 对 我吹口这里睡觉 特别是天天气热的时候 啊我 乘了个波子来开过来难开不难开了 哦 是问题 对 而且可能啊 那个爷爷房间特别潮啊 我预估啊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车棚啊 离你的房子太近了 对 那个污面的水啊 顺着你的这个 我老头老 对顺着你的墙往下流 你就特别潮湿 嗯 我老头经常爬上去去疏通的呀 爷爷这么大年纪 他自己爬呀 没办法的呀 生一生一样很 生一生一切要剪的 老头子 你怎么他得你这一盆来去盖上了 要睡死了 哈哈哈 然后你看一个是这个通风的问题 一个是潮湿的问题 还有别的状况吗 一起来看 一天到晚啊 就是找东西 应该要能量的东西呢 也不能就一直放着 柜子里啊 戳机里啊 全部都是塞满了呀 老头年纪大了 放东西呢 爬上爬下不方便 整理也不方便 所以呢 就什么地方都放 有东西拿进来呢 也是东方一点西方一点 所以感觉特别了 也不分什么厨房啊 护士啊 反正有地方就放吧 就是这样 有的东西呢 是应该清理尤其上冰箱 其实是没有用的 真的 对对 你看我母亲 我有时候帮她清理冰箱 清理出过七八年的共玩 好多好多过七的 她就一直压在里面 对 然后扔掉了 那个是应该要扔掉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上一代 或者上上代的人 她会这样想 她不知道子女什么时候 会回来 她说回来 万一家里没口粮怎么不行啊 对吧 她一直背在那儿 对吗 是啊 其实我们想想 有的东西真的是没用 但就是舍不得人 像我们是姑娘的 是什么 假设现在没破译我的 就是旧一点 你叫我去拐了 我拐不得拐的 那年人都是这样的 我结婚的时候 妈妈给我的棉皮 我到现在还放在那里 舍不得人五十年了 这几年用是不太用的 但是就是舍不得人 怎么说呢 也可以说是纪念 对老人的纪念 父母的纪念 刚才你说的一个被子 是您的母亲留给您的 对吧 我出嫁的时候 给我的假装呀 留着是个念想 对 一个呢是守不得 一个呢是留着一个念想吧 爸爸妈妈都故事了 那我肯定是不认的 我这一手上肯定不认的 因为咱们每一期都会讲到 家里的物品的收纳的问题 但是对于老年人 我觉得她这个层面上 可能要想得更多一些 他们家就会多什么呢 她还说到她妈妈 那就是四代人的记忆 所以在收纳的时候 还考虑这个家庭 四代人的收纳 应该是怎么去收纳 这对我们来说 应该都是个挑战 对所以在您这个 二十几个平方的屋子 您的三个女儿 还有女儿的孩子 也一起生活在一起 对不对 孤节啊什么 她们都回来的 但是就是房子太小了 她们也觉得麻烦 来了以后 住也没地方住 特别现在两个外甥女 她娘也回来 我有时候要骂她们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的 这么没良心的 大甥女一直是从小 七个月就跟我睡 睡到十六年 那么 所以呢 老头就跟住在小房间的 所以就这样 老头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是分开去走 到现在呢 你说也可以 不用分场了 他们都出去了 但是呢 我们的生活机关不同 她呢每天早起 早睡 七点钟就要睡觉 我呢 要睡看电视 看到九点多 早上呢 她出门了 我呢 她每天早上起来 低大点 声音很响 就一直跟她吵啊 就让我近一点 让我睡 因为我的睡眠一直不好 所以呢 也就一直分放睡 睡到现在 我的睡眠很不好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能不能就是 相对独立 相对独立 做两个房间 两个人分开 相对不干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解决关 分开能接受吗 咱们得分离 那是最后啊 我就是要分开啊 你就要分开啊 我们已经这么多年分开了 你现在叫我们一起 根本是不可能 一个奇怪不行 一个也是 觉得奶奶这个房间 确实是 从目前情况来看 要把她房间合理规划一下 对 能够让她 爷爷奶奶住得更舒服 干扰了 对不吵到 但是又要 又可以照顾到 对 她三十点钟 早上三十点 就睡了 一辈子都四点钟 醒了一把 就要开心 就要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 三个女儿都在家了 老大老二老小 她们也要用水啊 那么老头没办法 每天早上起来烧 十二把水 那么 那现在呢 她们不太回来了 我也不用这么多水 但是老头呢 每天还是烧八把水 那么我有时候说的 烧了太多了呀 用不完的 两个人哪里要用八把水 她早上起来反正没事 早上她起了早四点钟 就起来了 没事嘛她就说说 都说说 女儿们回来次数就变少了吧 少少 不太回来 因为她们如果回来的话 我家里也住不下呀 太急了呀 所以她们也不太回来的 有时候啊 我有点菜 打电话叫她们来 她们也不一定来 就是急了 太急了 家里人们越来越少了 是吧 都加上去了 一个一个 就是剩我们两个人 原来她们都在的时候呢 我还怕她们叽叽喳喳烦死了 现在呢 两个人觉得太清净了 我还是希望儿女们 能够度回来 陪陪我们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呀 所以特别需要一个大餐桌 大空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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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